大家好,我是解说小吴,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 这期视频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武丁峰环球争霸赛 可以看到今天的参赛选手也分别是我们的邱建良 还有他的挑战对手也是美国拳王麦克萨尔 双选手也是非常谨慎啊 要知道邱建良成为我们的中国鱼电级世界第一 这也是他第一次走上拉斯维加斯的擂台 他今天的挑战对手这位美国拳王也是非常地厉害 可以看到双赛选手在第一回合的比拼中也是打得非常地起劲 邱建良此时他并不是世界第一而是洲际冠军 这个时候他虽说有着非常大的名气 不过含金量并没有那么高 而他的挑战对手这位美国拳王 可以看到也是被打得有鼻青点肿啊 说实话 二点啊 在第一回合打的对手也是狼狈不堪 这边比赛的第二回合也是马上就要开打 场内的这个摩托 更是高举的牌子 现在这场比赛也是会越来越好看了 现在也是让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的第二回合 邱建良这个杂拳这个非常地厉害 特别是这个边扫踢 骑的对手根本就招架不住啊 这拳头哇非常凶 坎克阿良也是被踢退了 说实话 这场比赛也是让我们见识到了邱建良的真正实力 现在比赛的第二回合也是马上就要开打 好的 这边比赛第二回合狼兔啊 这一场外国大战 希望我们的邱建良能够取得优势 因为他也是首次走上这个外国的内台 走进拉斯维加斯 这个美国拳王确实有点把刷着 打法非很犀利 邱建良身为坦克都不是对手 哎呦这边神龙白腿 双前射是左右护手拳护杂 打法是极其的凶悍 这边射服以前的凶猛 坦克阿良呢也是不断的试边腿 试图将来给踢开啊 但是这个对手也是凶猛无比 面对坦克阿良他居然没有丝毫的畏惧 相反跟阿良也是正面应该顶惜 坦克阿良此时也是好被要求比赛继续开打 我居然将阿良先翻倒地了 你敢信 这场比赛真的是让人意想不到啊 坦克阿良此时的他也是选择后撤啊 再是一个摆踢腿 点是中拳 有拳拳到乱没拳 都是打中这个头部 双方又是连续的中拳攻击 我腿法非常厉害 腿法无敌 阿良也是非常难受的 这边后手摆拳 哇哦 这第一早期啊 行云流水 可以看到中拳打法也是无敌啊 不得不说 坦克阿良 他的打法非常的厉害啊 非常的执着 双方选手这个中招拳 以及腿法真的是无敌啊 这一波又是连续的动杂拳 将对手也是给逼退了 对手看着阿良如此的凶猛 双方选手也是不敢这么应该 阿良现在也是边打边撤 双方选手都是在寻找这个进攻的机会啊 哦 一个个低扫技 我太凶了 太凶了 比赛也是继续要开打 坦克阿良 这腿法无敌啊 可以看到现在的阿良也是选择 后撤低扫 这个美国拳王一直想要找出进攻的机会 不够阿良呢 也是不给他好点色看 抱着腿 哦 重击 给了阿良一点串的重伤 哦 这阿良先翻了 我的天 哎呦 窗外的这些美国的这些粉丝啊 也是幸灾热祸 他觉得这个中国坦克被打翻了 他就非常的高兴 说实话 中国坦克这一回合 非常的吃亏 非常的吃亏 这个美国拳王 说实话 真的是手如刀一样 手肘如刀啊 打得阿良也是顶不住啊 现在阿良也是选择后撤 双方啊 看清对方的这个进攻局势也是 并不敢冒人出击阿迪安一个后扫踢 凶残无比恐不如斯呀 现在比赛时间也是到了比赛时间到 这场比赛也是让我们见识到坦克阿迪安的实力啊 太凶了 太凶了 不过这个美国拳王貌是更为凶了一些 现在比赛的第三回合也是马上就要敲响 可以看到场内的摩托啊 也是高举的牌子啊 比赛第三回合 坦克阿迪安啊 可以看到也是边扫踢攻击 面对这个凶猛的美国拳王 他的第一扫 极其的凶猛 打法也是让人震撼不已啊 这拳头 每拳都是砸中这个腹部啊 要不是阿迪安及时后撤啊 估计啊就得点点 毕竟这拳法如风啊 下手太狠 坦克阿迪安真的是招架不住 好的 裁判也是再次将双方选手召集对台中间 比赛的第三回合要敲响 现在阿迪安也是在选择后撤啊 这边一个转身后登 阿迪安也是保持警惕 哦 双方释手 边踢攻击 裁判这个时候也是要求比赛继续进行 可见阿迪安也是啊 双手可以看到也是抱住 面对这个对手 双选手不停的鞭腿啊 不停的鞭腿啊 堪腐 非常的帅气 哦 可以看到面对美国圈丸啊 也是搂抱在一块了 双方选手现在是谁也不服谁 坦克阿迪安一直在寻找这个竞客 取势好的 又是个边侧踢 但是这位美国拳王 他看着坦克阿良也是 哦 是手旋转 非常凶猛 又是中拳 这打法上面 真是非常无敌啊 坦克阿良 又是连续的后手摆拳攻击 哇 太凶了 太凶了 此时的阿良也是进行中串 哦 中串是打法 再连续的扫踢 连续的堪腿功夫 阿良他的进攻方式 非常奏效 可以看到这堪腿 也是踢着这个美国拳手 有些招架不住啊 美国拳手也是中拳反击 阿良好的 神龙白尾 这边也是进行格挡 坦克阿良可以看到 他的拳头就没有停下过 财文在世 要求比赛继续开打 这边又是扫边腿 连续的边腿功夫 哇 将这个美国拳手 逼到角落里面折磨啊 双选手完全抱在一块啊 裁判在旁边也是 只敢远观 不敢进取啊 他没有任何的办法 双方点去的杂拳 可以看到 看腿功夫 那也是真的一流啊 真的是一流 可以看到双选手 点去的边踢腿 边腿 非常凶猛 说实话 坦克阿良 这凶猛的打法 以及这个攻击方式啊 真的是看得能啊 心惊大寒 特别是做重拳 每一拳都是打中腹部啊 这腿法无敌了呀 简直是无敌 连续的重拳 可以看到阿良 再一个旋转摆踢 实力方面啊 真的是无敌啊 实力无敌 双方选手的这个尸首拳 也是抱在一块啊 现在的坦克阿良 在实力方面也是 非常凶猛 点去的重拳扫踢 哦 先方倒地了 这一波阿良也是非常难受 好的 采本也是要求比赛 继续开打 坦克阿良一个旋转踢 不够被回弹开来了 又是重拳 连续的顶锡啊 连续的顶锡 重拳攻击 太狠了 再一个扫边腿 我的天 直接将阿良给踢翻了 比赛第三回的时间也是到了 场内外的这些美国的女粉丝啊 也是为阿良啊 感到祝贺 疯疯了 为他高兴 毕竟这场比赛怎么说 坦克阿良 与美国拳王啊 双方选手是打得特别的凶猛 特别的凶猛 双方选手的实力啊 真的是堪称无敌啊 堪称无敌 就现在这个情形来看 坦克阿良 面对这个美国拳手 史蒂夫 双方选手也算是打了一个五五开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比赛回方 坦克阿良 想发指释手拳 不过这个美国拳王史蒂夫 直接给了阿良重拳 可以看到爆肝拳 不过阿良也是神龙白尾 其中他的小腿部位 双方选手是非常的狠 这腿法非常厉害 简直是无敌了 有腿法是极其的凶猛 特别是这个重杂拳 神龙白腿 我未定无比啊 坦克阿良 这才是真正的实力 下面也是有请裁判评委 来宣布这个比赛结果 这条杀不了RF65公斤级的洲际金腰带 圣计者将拥有啊 或者是捍卫啊 这一条65公斤级的洲际金腰带 我知道我们的阿良能否捍卫成功 现场的戏风已经是完全被带动出来了 所以做的比赛冠军是 蓝方选手获胜 我的天呐 我居然是这个科斯尔获胜了 新的WF世界冠军 这你敢信 我的天 没有想到坦克阿良 居然将这个WF的世界冠军 拱手烂能了 输得太惨了 好了 本期视频也就分享 到这里 我是解说员 小吴 喜欢我的话 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